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有没有产生了哪些质变会不会一样呢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市场调查的结果 Bob哥 我们看到了消费者选购电动车 目前的主要考量这五点因素 如果对比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时间点的落差 您认为它有产生改变吗 对 其实这几个点 我觉得这几年大概从2021年 大概疫情期间 开始台湾的电动车 开始很显著的成长 其实这几个点都是 想要买电动车的车主会关注的点 但是这个标准呢 其实却是一直在改变 所以一直在改变就是说 大家对于电动车的各项的性能 要求的标准 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实大家想法会变得不太一样 比如说如果在电动车的充电网路 充电的基础建设 没有那么成熟的情况下 大家可能会很需要 续航力要很长 可能最好永远都不用充电 就是只要出门回到家都不会有问题 但是现在随着台湾的电动车的充电网路 变成比较普及了 其实台湾是全世界最适合 开电动车的国家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台湾基本上没有所谓的人口 人烟稀少 然后充电那个覆盖率 没有办法cover的地方 但是现在大家对于电动车的充电的标准 大概会定在 大概差不多350公里到400公里 因为现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里面 大概都有充电桩 但是高速公路的充电桩的数量 比较没有特别多 有些站可能只有四支枪 那因为台湾又要再分成西斜1 西斜2 所以大家还是普遍会觉得说 我最好如果我出门的时候 我稍微有点心理准备 我知道今天要开长途 但是我的车大概有个8 90%的时候 我开个350公里到400公里 不是问题 所以就不一定说一定要500公里以上 600公里的续航 所以大家对续航里程的标准 大家会定在这里 那另外一个当然电动车 因为它如果是一个纯电设计的电动车 它不用保留原来在油车的时候 它因为有一些机械机构 它必须配合油车 然后有一些动力的传导 它有一些传动轴等等之类的设计 所以理论上如果是一个纯电的平台 电动车 它在空间应用上面来讲 会是一个优势 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开始会关注到 电动车的安全 电动车大家都知道说电池 它会受到严密的保护 那这个严密的保护可能对车子来讲 反而是有一块铁板很硬的东西 挡在那个地方 它对整体的结构是有帮助的 但是大家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个说 那电池的安全 它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防护 那维修保养 后勤 这个都是电动车的强项 那如果我今天我总是不能 永远电动车只能在家里附近绕 那大家这个阶段 对于电动车的充电的要求 性能的要求 大概普遍都觉得说 我如果没有电的时候 我进到快充站 那如果我选择了一个快充站 它的功率是高的 那我应该要在30分钟左右 要能够充到80% 是大家普遍认为这个阶段 入手电动车应该要达到的标准 续航里程虽然依旧在 这个选项里面的第一主要考量 可是续航里程的范围 或者是它的这种数字 大家可能慢慢的会可以做一个取舍 或者你也可以慢慢接受所谓 都会去使用 我如果真的是小电池 我可不可以用 电往架构很完善的情况之下 也许它正合你的需求 入手门槛不用那么高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场的这一台 Lesson的电动车 Aurea 车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它 也终于正式发表了 那如果你选车 低一点看颜值 因为它也有拿到设计奖 红脸奖以及IF奖 对不对 那我们好好来看一下 当然它的外观是相当有特色 那其实自从台湾的电车多元化之后 我们终于见识到原来电车 不是一定要长一样的样子 各品牌有它各品牌的特色 比如说像你上是一个纯日系的品牌 它当然呈现就是非常的日系 所以它从它这个名字来讲起来 你看Aurea是什么意思 它是欧洲谷语里面高贵的意思 所以它的这个整个车的设计呢 就是从高贵这一些下去做 去延伸 去延伸 那这台车呢我认为 它是日本车厂 现在很少见的 从概念车发表到实际上量产 差距非常小的一台车 也就是说它直接把未来的车在现在量产了 所以看起来当然是过目难忘的 刚刚一再强调日系的设计风格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台车设计有三大元素 一个是竹子 竹子一个是翠 然后另外一个是行灯 竹子大家不要想成竹子不是竹子 是组合的组的这个字 它的日文叫做Kumiko 竹子 那个在很多日式的东西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外形上在哪里呈现呢 在水箱护照上 为什么说这台是水箱护照呢 电动车还是有水箱护照 电动车不是不用水箱护照 但是为了这个空气力学 他们都会把它做得非常平滑平顺 所以在Aurea上面 我们看到也是不例外 大家从车头小气这样一比 大家会觉得就是一片黑 No 大家要看细节 对 这在里面就有竹子的异象的排列 有看到吗 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面 你真的近距离看它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这种组合的感觉 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家英雄所见略同 像我刚刚 我还在拍另外一台BMW豪华品牌的这个IX 我发现它的设计也是一样 只是里面的那个排列不一样 这个是日系的车 所以它用这个Kumiko的排列 那像欧洲的话 欧洲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而且因为是你站在这个车的角度不同 你会看到真的很不一样 我上一次试车的时候 我真的还没发现说 原来在它这个非常狭长 这么长的日行灯的下缘这一面 你其实会看到有点类似这种 如此的这种延伸的感觉 对 很漂亮 很多细节它都呈现在 比较像日式比较隐晦的细节里头 你必须细细品味 你就能够看得到 而且你刚刚讲到这个灯 这平常是日行灯 代表着你上VMotion的异象 对不对 但实际上你打方向灯的时候 它有很强的警示效果 因为它是全世界最长的一个前方向灯 总共有75公分 所以点亮的时候 当然它的警示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 那另外呢 再看到车头 我个人觉得它走一种非常圆润的感觉 虽然不是很复杂的线条 但确实颜值是蛮高的 对 而且这个就 开在路上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哇 什么概念车 可以马上现在就买到 如果概念代表未来 它其实确实要成立的是日式未来主义的感觉 日式的未来 而且刚刚讲到Aurea这个名字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细部的处理 它确实是用高级车的角度下去做 比如说一般的SUV 在很多地方像这种灯罩的地方 像环车护板的地方 都会做塑料的原色仿华式版 但是我们现在今天看到很多高级车 他们会用黑色的淘漆来处理 那Aurea一样是用这样子处理 所以看起来质感是相当好的 好 那旁边这里就是充电孔 这个充电孔呢 这个其实台湾规格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就是会有国际性的车厂 愿意为台湾这样的量的市场 做台湾的规格 所以这是CCS-1的一个查座的规格 对 那慢充是J1772 那在侧面方面呢 其实你看它虽然说很注重空气力学 但是呢它也用了很多 这个很有力的棱线 来刻画它车身的角度 而且这个车呢 我觉得最漂亮的就是除了车头很简约之外呢 它的整个车色用最流行SUV Coupe的设计 所以整个是斜配的 看起来是相当的漂亮 那另外呢 我们刚刚一直讲到质感啦 高贵等等 这个车我建议大家 如果大家没有开过呢 可以有机会的话试驾看看 你会发现它的质感是呈现在全方位的 包含行路性 还有开起来的感觉 怎么这样说呢 你看一般车子 如果用中空的隔音玻璃 大概前挡 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顶多再加前座两个侧窗 对不对 这台车的话呢 它除了前挡 前座两个侧窗之外 连后座的侧窗 全部都是这个双层的隔音玻璃 这一点我对它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就这台车开起来极安静 其实真的很有高级车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换一个 他们集团另外一个标不为过 就如果你开起来 不管是从内到外的设计 我觉得呈现的都是 比一般评价品牌更高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们现在呢 就是我花一笔预算 我总是希望我得到的可能是 类豪华品牌 甚至对标豪华品牌 这样的质感嘛 对吧 好那当然刚刚讲完外形 我们也开看看内装 这个Nissan的车 我觉得最棒的一点就是 它的后门开起角度都超大 另外在空间方面 虽然它的车长不到四米六 在同一车里面算是呢 车长比较适合台湾 比较局促的环境的 所以呢 但是呢 它内部空间呢 我觉得其实还是不错的 我上去坐给大家看一看 小七现在就是后座乘客来 以你的标准来衡量 你看我反复这个动作 轻不轻松 一般SUV Coupe的造型 你要低头啦 低头多一点 你要低头这样进去 对不对 那不用 很轻松的 就可以进来 你这个稍微弯一下就进去了 车门是开口相当的方正 这是很好的一点 那再来呢 我再坐进来一点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车呢 底板是全平的 那当然大家会说 电动车本来就是全平的 那当然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你注意看 它的前座 它是这个中央扶手 是往内凹的 所以中间的乘客 脚拧有地方放 然后还有贴心的设计就是 刚一再强调到高贵的质感 你看它连这个出风口 外面 怎么样 有什么细节吗 它都做了一些木纹示板 而且木纹示板是3D的 你摸起来 是摸起来是有感觉的 摸起来是有竖文的 所以这个甚至是 很细腻的地方 然后再来看到 这里有两个按键 那表示有功能 对 这个按键是后座加热 因为现在如果你买电动车 你不只是 刚刚我们所比较的那些基础 你看你现在比到质感 这就是刚刚的五大考虑因素之外 还要额外附加的 是 对吧 好 那继续再往后来看 它的整体线条 在后面来看 后面的线条 我觉得跟前面比较起来 也不妨多让 我刚刚有说过 这类Coupé的设定 那所以在尾翼方面 我觉得设计就相当的重要 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它这尾翼除了实际上 有空气力学的考量之外 造型上 其实也相当的别致漂亮 如果你高一点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这是有两个 整合式的通风口 而且它虽然有通风口 有导流 但你发现了吗 它还有后雨刷 后雨刷 不是每一台电动车都会配置 我个人认为 以台湾的气候 跟我们经常性这种 你知道比较多脏污 会附着在你的玻璃上 后雨刷我个人觉得蛮需要 我真要讲我觉得这个我超爱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鞋背这种 Coupé的造型的 通常就没有 因为他就说它会自然带掉 对 那很奇怪 有一些车有正常SUV造型 有Coupé造型 Coupé就会没有 那正常的就有 但是你看Aurea 它即便是鞋背的造型 它也附有这个后窗的雨刷 让你在实用性上会来得更好 那刚刚有讲到 有很多日系的风格 行灯的设计 等一下内装我们会介绍到 但是在外观它的灯组 我觉得很漂亮 它是采用左右贯穿的LED尾灯 那在敞灰的部分 Nissan 它是在灯座里头的 对 所以有没有感觉到 很像另外一个品牌 有 就是那个可以选冰川蓝的那个 是不是 所以看起来我觉得细节 真的都做得相当的到位 然后更不要说 它的保险感下方 除了空气力学的一些造型考量之外 也是全部采用黑色烤漆的处理 所以质感上的呈现 当然都是很漂亮 它有在一些细节让你知道说 我尽量往精品化降来做 是 他知道说纯电车 其实要跟油车做出区隔 因为纯电车现在毕竟来讲 竞争很激烈的 那行李箱的话 这个是一般的摆设的状况 那当然后座椅可以折叠 折叠之后是全屏的 但是呢 空间绝对不是只有这样 它的空间利用性 我觉得也是Nissan本来就很值得 我们来看一下隐藏的 把它给公开来 我先拿起来 它的挡板 因为真的蛮多机能可以使用 对 就包括你刚刚说 好我整个下方 可以做一个收纳 然后呢 如果我需要一个直立式的挡板 来做前后的区隔 那现在这样可以 或者是我另外再把它 也一并的打平 对 或者是下浅 这个其实空间的利用性 我觉得是做得相当好的 好的 谢谢小七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其实它的内藏 一样也有得奖 有哪些细节 会让你喜欢呢 好 接下来呢 那是郑杰跟我们一起 好好的来品味一下 对 Aurea的内装 因为它是有得到 我知道我投的十大最佳内装 以及最佳用户体验 我现在想说 最佳用户体验 它会体现在哪些部分呢 你觉得 其实我们最近 一直都在试电动车 你有没有觉得 不管欧系 欧系它要呈现电动车 会让你感觉到很有科技感 它会用一个很冷烈的风格 去呈现出来 很丰富 让你眼花缭乱 然后要不然就是一些 很金属的感觉 那美系 就是我们常讲特斯拉 它则是怎么样 让你呈现出它的科技感呢 它就给你荧幕 很简洁 对 所有东西 你就看荧幕就对了 这也很符合美国人的 化繁为简 对 直来直往的个性嘛 对不对 但日本人呢 日本人呢 日本人其实刚刚小剑一直跟我们提到高贵这件事情 对 日本人认为最高贵是什么呢 就是体贴 嗯 你让每个人的感觉都是最舒服的 然后觉得这个是很内化的 就是你是自然而然就觉得 哇这个东西就跟我在家里一样 很舒适很自在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最高等级的一个呈现 那你要创造出这个氛围 对 它就会有很多方法 对 它做到哪些 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 日本人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都是隐隐的做 不会让你直觉就觉得很粗暴的 让你觉得 哦他做了好多东西 但是你要从细节来观察 举个例来讲 我们前面是不是有一个 双12.3寸的两个萤幕 对 包括仪表 包括中央的控制萤幕 可能很多都走这种规格啊 对 包括12.3寸也没有很稀有啊 对 大家都这样子 只是高贵呈现了 对 举一个例子来讲 它两个萤幕呢 不像一般人是一整排的平面 它中间其实有一个弧度 对 仪表比较远一点 因为我是驾驶人 他离我的距离刚刚好就好 但这边呢 因为他离我距离稍微远了 所以他要近一点点 让我看起来就比较舒适 所以他其实是有个S型的弧度 是 他中间就有一个建层 然后这样子一个建层的感觉 也有点像日式建筑那种 层层叠叠叠的感觉 那这么一来呢 你这样子一个住手座的位置 你看这个萤幕也清楚 很清楚 我看也清楚 但我又会有觉得有那种 驾驶人专属的那种虚荣感 这就是一个体贴路 为一个小小的呈现 其实这不难 这也不花钱 但是他就会想到这样子的事情 对不对 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 像是我前方还有一个 10.3寸的一个台通显示器 这个部分来讲呢 当然现在也很多车 这是他今天来的真程版会有的 对 这是高规的真程版才有的 对 但是这样子也是一个体贴的展现 你这样子开车 视线不用移动太远 你比较轻松 而且安全感也会同步提升 没错 除了这些部分以外呢 像是Boss的Premium的影响系统 这个其实现在的车 都很重视这个聆听体验 让你感觉就像在家一样的 舒服放松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体现的方式 我刚刚一上车呢 因为你知道吗 当萤幕都亮起来的时候 你好像目光 直接就会对准这里 哪里亮你看哪里 但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在亮 就是氛围灯的部分 大家现在都知道 各车厂做氛围灯 也都蛮厉害 但是Aura的氛围灯 我必须要讲 它非常非常与众不同 对我其实就是觉得 这个东西让我非常的 因为我刚刚就想说 为什么脚顶那里也在发光 而且好漂亮 刚刚小剑讲的 行灯的一个概念 行灯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进到一个 比较优雅的日式建筑 或者是日式餐厅 你会发现它落地的地方 会有一些像纸灯的感觉 它是提供一个氛围照明 它并不是真正的照明 它只是让你感觉 心情更放松 更柔和 更轻松的 你也是一个设计 是的 所以它行灯的概念 就放在刚刚终于讲的 在这个下面 还有甚至我们两侧的门板上 它都利用这样子的概念 做出一个好像是木格杂 当然它不是真的木头 但是就有这样子的氛围在 就是白天试车的时候 大家可能还不会觉得说 原来它呈现的质感 是这么这么好 因为有时候外面太亮了 但因为我们今天就在摄影棚 或者是你可能晚上开车 你一定会觉得特别喜欢 而且它还很隐约 它不会像有些人的氛围灯 可能给到满 你有时候说真的 夜间如果你长时间 在高速公路上 很暗的地方 南部的话 你看你最后 你会开始觉得视觉有点频道 你会想要把它关暗一点 它如果用这样 型灯的概念的话 其实就会让你有那个feel 但是又不会造成你的困扰 对 还有一个地方 它现在透出了颜色 你才知道说 原来它有功能 有玄机的 就是前面这一块 没错 路纹饰板上面 OK 你一旦启动之后 它就会亮起灯告诉你说 我这里是有功能的 没错 对不对 它这一块莫文饰板呢 除了看起来就像原木一样 是保留了那个凹凸的纹理 触感是非常的好的 以外呢 其实它上面当开灯以后 浮现了这些功能以后 它是可以按压的哦 对 而且它会有哒哒哒哒这种回馈音 对 而且也有一个回馈的震动 它是一个电容式的 一个隐藏在后面的 一个设计的机制 这么一来呢 让你看起来很清楚 但是平常关着的时候 就像白天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那么的刺眼 然后同时保有了触控跟实体的优势 大家很有趣 就是它真的做得非常简洁 但是又一旦它开始作用的时候 就让你知道 原来我是有一些设计的巧思 运用在里面 再来往后面一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其实呢 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木纹的一个设计呢 它延续到了扶手上 扶手很重要哦 在长途行驶的时候 它可以溃我的右手 然后你的左手也可以舒适的 放在上面以外呢 它其实也肩负了很多 像是功能 排打 前进后退 甚至驾驶模式呢 e-pay-to呢 它也用刚刚一样的设计 呈现在中央扶手的上面 让你呢 直接用触控的方式就可以调整 像是e-pay-to就是控制你 可不可以单脚油门 跟减速这个部分 而且这个扶手呢 除了我们一般知道的像是 如果说是支配架 也是隐藏式的 它甚至中间呢 还有手机的 来看一下它的无线充电 对 它的无线充电是做斜的 木纹饰板上面 它就亮灯了 它一亮灯我就知道说 其实我是有在充电 然后真正最大最大的惊喜 出现在也在这个扶手上 你只要我这边才有 你那边可以看不到 按下去以后 它其实会整个后退 整个后退以后呢 就把电动车的优势 尽显无疑 因为电动车我们知道 它中间就不用再有 像放排气管才弄走这些事情 中间可以坐平的 这么一来呢 一打开以后 下面不止还可以 下面还有一个小的置物场 小小的置物空间 还有充电口 对 以外呢 我们中间变成是平的一个地板 我们现在台湾的车库 像我自己的车库就是很小 直接用这个车子 把它退到后面 我就可以从这边走出去 这对于换座位啦 或者是像这样 我刚刚讲的停车的部分来讲 都是很方便的 当然要想哦 Orea是一台车长不到4米6的车 如果你以它的空间 其实我觉得它已经应用的非常好 连离尽致 但它同时又要能够有正副驾驶座 左右移动的这个机能的话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电控的调整设计 确实还蛮有巧思 对 那体贴的部分呢 甚至包含了我们现在坐的的椅子上 除了设计 它是用双材质 类脊皮跟真皮 组成的以外呢 尼桑最有名的 对 林重利书压座椅 对 以前有介绍过 再讲一次 其实一张椅子好不好做 很简单 它泡棉有没有办法每一寸肌肤 每一寸身体都帮你承托住 全部都给你承托住的时候呢 你的重量就被分散在整个椅子上面 所以坐起来就会舒服 刚刚郑杰讲的这一些 每个细项其实都攸关用户体验 所以你看会拿到最佳用户体验 回扣你说的主题 甚至像是前座 后座都有加热 前座当然有加热 甚至也有通风 就在这里 是的 全部的东西呢 完全都是在符合我刚刚讲的体贴这个部分 也符合了你说的 这个体验的部分 用户体验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子真的设计来讲 它整个就是 紧紧相扣他们日本人对于人心的关怀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看起来好像没有东西 其实是非常精心设计的这个美感的概念 然后我刚刚按了一下camera 对 就直接出现在这 它隐藏在这 它不用再另外做一个按钮 没错 对 这些都是它设计上的角色 我觉得这真的是在这很棒的地方 你会经常使用的 全部都是常用配备 永远在那里 等待你去使用它 不要伤脑筋 不要再找了 就是这样 好 谢谢郑姐详细的介绍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空间 因为再提一次 不到4米6的车长 很多车主可能一听到就想 那空间呢 OK 刚刚已经看到了 后面是全国领事非常平整的这个之外 然后空间上 它甚至于有 可以比您到中型SUV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它一定得利于它的整个全电动车的这个平台 我们请小兰带我们了解 是的 其实在我们现在台湾的新车市场上 大家对于中型休旅的尺码的一个定义 基本上大致会落在可能4米5到将近4米8 可能4米7多 大家都会把它归类说 这样子的尺寸算是一个中型休旅 那我们如果以Aurea它的车身尺码来看的话 其实它就有几个蛮明显的一个优势 第一个就是你看它的车长 4595mm 也就是说它的车长大概是4米6左右 那4米6基本上呢 你如果要停车格的话 它都还是算是一个非常好停的一个长度 但是呢 它的这个 以轴距来讲的话 它的轴距是2775mm 那为什么它的轴距可以拉到这么长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它是采用CMF EV电动车专用的这个底盘平台来开发出来 所以它就兼具了几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它的前旋后旋都做的特别短 因为一般的电动车都是这样 它尽可能把中间拉长一点 那中间的话 拉长的话 它底下就可以去平铺它的这些电池 然后又可以达到低重心啊 甚至是前后50比50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配重 然后再来就是呢 也因为它的这个 把整个底板都是铺平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以Orea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有看到 前座也是一个贯通式的设计 然后前后的这个地板都是平坦的 所以当然就是不管你坐在哪个位置 你的腿部的空间都会很好 再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像一般的 比如说费饰跟它同级距 不管是用价钱比较接近也好 尺寸比较接近也好的 这些电动的修理 大部分他们都是做 例如说像EV6啦 Almify啦 或是Model Y 他们可能都是做1米6出头 甚至是1米5多的车高 但是Orea它是做到1米66哦 其实它是算是蛮接近正统修理的一个车高 但是它只是做的很流线的造型 让你看它 觉得看起来很有流线的这种跑旅的这种线条 很好看 但是呢 它没有牺牲掉头部的空间 所以它的头部空间 你去坐后座的时候也会发现 其实它的头部空间表现 也都比一些同级还要来得更出色 那另外就是在反映在一个数字上 其实这边呢 大家有 回转半径 对 列出一个表格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像我自己家里也有 Ionify嘛 那其实Ionify的话 虽然说它的这个轴距很长 空间也是非常的大 但是像Ionify啦 或者是说像我们现在看到 Model Y 甚至是像EV6 那也因为说轴距长 其实它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 就是你在转弯的时候 其实你的整个回转 或是停车的时候 其实它没有那么灵活 没有那么灵巧 我相信很多人开过就会知道 所以长轴距的大车 大家才会觉得说你要有后轴转向 对 我们看到豪华品牌 就会去搭配后轮转向嘛 可能比如说五度几度 让它转起来的时候 就变得很轻巧 很好回转 那但是呢 以Oria来讲的话 它在车内的空间 其实跟其他几台车比起来 并不会相差很多 可是它的回转半径小很多 那所以像那一天 我自己在试驾 还有跟忠仁姐去试驾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它不管是回转啊 停车啊 都会让你觉得 它开起来很像一个中小 比较没有负担 对 比较没有负担 然后你在 就是在整个市区 如果是这很狭隘的区域 巷弄里面也都会很方便 所以这个都是它的一些优点 对 小南刚刚所提到的 真的是我们在试驾的过程当中 都蛮有感觉的 等一下就来看试驾 马上回来 假的 是真的 赶快拿起手机 加入地球王金线赖好友 参加答题挑战 就有机会获得iPhone15 及汽车品牌周边好礼 同时获得独家 及最新的汽车资讯 赶快加入地球王金线赖好友的行列吧 LINE 地球王金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 Toyota的全球 这是树立到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要选择你也看不到它 台下友们 地球王金线员邀您一起上线